作者 程久 后期 鬼不语 第633集 没有让众人等太久,孙老将军一说完,便将手中的族谱展开。 此刻除了萧九安以外,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孙老将军手中的族谱上,希望在第一时间看清族谱上写了什么。 萧家人丁凋零,到现在一本族谱都没有写完,不过翻到一半就看到了这一代。 孙老将军也没有卖关子,看了一眼族谱上所写的内容,露出一抹冷笑后,便递给了一旁的周老将军。 周老将军看也没有看,就给了身侧的将领,并对那人道。 记得看最后一页。 那人接了过来,先是看了孙老将军翻到的那一页,又翻到最后一页,看了一眼便笑了出来。 哈哈哈哈,原来如此,原来如此。 后面的人不明所以,越发地好奇,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往前探,却什么也看不到。 好在祠堂里的人也不多,不多时就传了过来,看到祖谱上萧九安的名字,众人并不意外,甚至看到萧九安下面还有两个名字,众人也不意外。 众人意外的是,萧家祖谱最后一页,居然写了每一代萧家继承人的名字,并再三告诫后人,萧家继承人的名字一定要按祖谱来取,旁人的名字无所谓。 当年的小狮子确实是叫九安,但他死了,他就不再是萧家的继承人,没有资格用这个名字。 他在族谱上的名字是萧十丰和石敬郡主用了同一个字,地位等同于石敬郡主。 待到众人看完,周老将军才开口。 我没有看过萧家的族谱,但我知道萧家将历代继承人的名字都已经取好了。 未来五十代继承人的名字都有,这一代萧家继承人的名字就叫萧九安。 当年小狮子出生,先王爷高兴,一口便喊出了九安的名字,然这个名字并没有记在族谱上。 萧家继承人的名字直到成年才会记在族谱上。 我不知道先王妃是怎么想的,但我知道王爷就是萧家的继承人,是我们燕北的王。 至于他是谁的儿子,一点也不重要。 王爷不是先王妃的儿子,这事我们几个老家伙都知道。 之所以不说出来,是因为先王爷的请求。 先王妃自从生下双生子后,身体一直不好。 先王爷怕先王妃伤心,一直不敢告诉先王妃当年小世子已死的事。 只可惜先王妃并不领情。 周老将军一字一字说得清楚,看两个奶娘的眼神也透着厌恶。 这个理由站得住脚,众人想到先王爷和先王妃的间谍情深,也能理解先王爷的做法。 然只有萧九安知道,先王爷不把这事说出来,故意误导众人,让世人以为他就是当年燕北王府的小世子,不过是为了隐瞒他的真实身份罢了。 如若让人知道他不是当年的那个小世子,他的仇家,甚至先王妃,定会去查他的母亲是谁,到时候他的身份就保不住了。 这天下没有永远的秘密,做过的事就会留下痕迹,更何况当年知晓他母亲是的人不在少数,有心人一查便知。 他的真实身世也不是不能曝光,但至少当年不能,当年的他除了一身武艺,一无所有,要让人知晓了他的身份,他就会迎来无穷无尽的追杀,燕北也会大乱。 燕北的人可以接受他们的王过继一个子嗣来继承王位,但绝不能接受一个北辰的皇子做他们的王爷。 当年那个情况不管从哪方面考虑,让世人以为他就是那个小世子是最好的选择。 不过,现在这些都不重要,现在的他有足够的自保能力,且默契西也成长到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。 不说能继续藏住他的身世,至少带到他的身世之谜揭穿的那一日,他不会束手无策,燕北也不会大乱。 当年先王爷对他有救命之恩,也有知欲之恩,他应下过先王爷,无论如何都会保住燕北,保住燕北萧家唯一的血脉,让燕北萧家的血脉得以延续。 后面两件事他现在是做不到了,但第一件事他一定会做到。 祖谱传了一遍,又传到萧九安手里,萧九安将祖谱和尚冷冷地扫向众人。 现在,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? 冷眼扫了一遍,见在场所有人都不敢与他直视,一个个移开眼,萧九安冷笑一声,视线落在两个奶娘身上。 你们呢?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? 奴婢,奴婢。 两人一脸惊恐,嘴巴张了又合,合了又张,却不知该怎么开口。 孙老将军说的没有错,没人规定只有他们王妃的儿子能继承王位,没有人规定萧家的继承人只能出自他们王妃的肚子。 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早该明白才是,为何到现在被孙老将军点出来才想明白呢? 既然你们无话可说,看在你们对仙王妃忠心的分上,就下去服侍仙王妃吧。 萧九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,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死。 王爷,王爷,饶命啊,饶命啊,饶命啊,王爷。 梁奶娘吓得脸色都变了,不断地朝萧九安磕头求饶。 但这个时候才记起萧九安是主子,是燕北的王,晚了。 拖下去。 但是,萧九安连个眼神也不给二人,冷冷地下令。 说他张狂也好,说他暴君也好,他萧九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现在不会为谁改变,今后也不会。 门外的护卫进来,将二人拖了下去,两人仍旧不断地大喊。 王爷,王爷,奴婢是被利用的,是金主,是金主。 后面的话被护卫堵住了,但不用他们说出来,在场的人也能猜出一二。 这场以王爷身世为由的阴谋,一开始就是石庆郡主主导的。 要说石庆郡主不想做什么,没有野心,他们是不相信的。 这些年王爷对郡主的好,对郡主的扶持,他们都看在眼里, 却不想郡主不仅不懂得感恩,反倒滋生了不该有的野心。 野心勃勃的女人果然可怕,要不是王爷及时赶了回来, 燕北怕是真会大乱了,最后指不定真会落到石庆郡主的手里了。 只是,那时候的燕北还是他们的燕北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